日本是不少台湾人喜爱旅游首选之一 日元总向备受关注 日元汇率6月底一度创下8个月以来新低 接近145大关 几月除日元汇率明显大幅转强 两周之内强谈3.6% 12号更是盘中深破140日元对1美元 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们其实认为日元会增强 在接下来3、6、12个月 日本经济逐步告别低迷 带动货币表现的同时 市场人士提前防范 日本央行7月28、29号货币决策会议上 可能进一步调整直利率曲线控制政策 预料将大幅提高日元做空成本 推升日元会价不断走高 日本政府今年的市政方针 已经转向要去控制通膨 所以一旦的话它再度的放宽 外新区区间的一个控制之下的话 会使得资金大量的回防 那当然就不排除 后续的话会看到日元 有持续回升到130价位的可能性 然后我们预计到2014年度 预计到2014年度 这可能是我们的政策 日盈总台指点河南 一旦告别朝款送货币政策 也将代表日本与美欧央行 立场渴望缩小 日本央行报告显示 日本劳动力短缺加剧 中小企业积极提高薪资 而外媒路透分析 日本饭店、餐厅和零售商等行业 开始逐步提高价格 但民众并没有减少消费 这标志着日本经济的转折点 可能为日本央行最终解除 大规模宽松货币政策进行铺路 新台内是黄亮姐 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